女孩下班回家 突然一只高登鞋从巷子里扔出来 她小心翼翼查看 接着又扔出一只 里面传来微弱的求救声 但金美是聋哑人 她环顾四周 街上空无一人 此时她没有察觉到 凶手正躲在暗处观察 嘴里嘟嚷着 你要是进去就死定了 善良的金美站在巷子口犹豫不决 最终还是决定走进去 黑暗里伸出一只手死死拽住她 女孩眼含泪水让她救救自己 金美只能通过观察嘴型 猜测她想表达的意思 她意识到女孩面临危险 准备找人寻求帮助 就在这时男人冲进来 一把拽住金美的头发 拿起斧头让女孩看清楚 是她把金美害死的 接着便要向她头上砸去 女孩立马将男人推倒 金美趁机逃了出来 母亲正站在街边等自己回家 为了不让她受到伤害 金美朝反方向跑去 带着头套的男人在后面穷追不舍 她躲进车库 由于是聋哑人 没有意识到要有藏脚的事 男人很快发现她的行踪 金美想打开铁门 她慢慢扭动把手 生锈的铁门发出巨大的响声 男人听到声音迅速赶过来 紧要关头 瘦小的她从门缝钻了出来 她连忙跑到汽车旁 有了前车之箭 害怕开锁声音被男人听到 她用钥匙打开车门 赶紧藏在里面 金美刚准备开车逃跑 却发现车内的声控灯爆闪 证明车上还有其他人 她缓缓转过头 男人忍不住大笑 嘲笑她不仅哑还龙的厉害 金美猛踩油门 男人失去平衡 她打开车门跑到马路上 就在将被抓时 男人被地上的高跟鞋绊倒 金美连忙跑回家 暗响楼道的紧急报警器 她抱着母亲站在监控下 等待警察到来 男人把受伤的女孩拖进车内 里面摆满各种工具 她脱下衣服换上西装 走到金美面前 表示正在寻找妹妹 一个穿高跟鞋的女孩 金美完全没有认出 眼前的男人就是刚才 追杀自己的凶手 她指向前面黑暗的巷子 男人看起来非常着急 让金美帮忙带路 眼看她即将踏入陷阱 警察及时赶到 他们走进巷子查看 现场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接着又去调了监控 不巧的是摄像头刚好被弄坏了 金美不停比划着 但除了同是聋哑人的母亲 没有人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看着她的样子 男人非常得意 来到警局做笔录 她偷偷记下金美的家庭住址 母亲觉得男人很可疑 意外发现她有两部手机 其中一部手机屏幕是年轻女孩照片 并且她总盯着他们 于是用手语和金美交流 就在这时女孩哥哥到警局报警 说妹妹失踪了 她拿出照片询问在场的人 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妹妹 金美一眼就认出 正是巷子里受伤的女孩 她瞬间明白一切 此时警察正在处理门口的纠纷 男人即将暴露 拿起刀狠狠向哥哥刺去 没想到哥哥是退役军人身手敏捷 男人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被打倒在地 哥哥用到抵住脖子 询问他妹妹的下落 看到警察进来 男人连忙装成受害者的样子 哥哥白口莫辩 警察觉得他是危险人物 用电机棒将他电晕 男人装作非常害怕 不停控诉哥哥是如何揍他 还让警察保护自己 最后警察向他道歉 男人大摇大摆走出警局 母女俩见到这一幕惊呆了 不停地向警察比划着 几十分钟后 警察终于搞清楚来龙去脉 但男人已经不见踪影 只好先将母女二人送回家 龙牙女孩正在脱衣服 浑然不知家里近来陌生男人 感应灯亮起 精美察觉到异常 来到客厅查看 声感玩具开始摇摆 男人举起斧头砍过来 精美连忙跑进房间锁上门 给哥哥发消息 告诉他凶手就在自己家 男人很快将门砸开 精美从窗户一跃而下 好在有纸箱垫着他没有受伤 爬起来后赶紧逃跑 男人追了上来 将他逼近死胡同 哥哥及时出现 男人知道自己打不过他 于是让他在妹妹和精美之间做出选择 他告诉男人具体位置 哥哥犹豫片刻后 选择去救命悬一线的妹妹 头也不回地离开 没想到男人给的地址是假的 男人刚准备对精美下手 他抓起泥土扔进男人眼睛 跑到马路上 正好看到女孩打开车门逃出来 精美陷入两难 如果救他 很有可能再次被男人抓住 如果不救他 自己会良心不安 男人追过来时 并没有看到精美和女孩 原来他们躲了起来 精美让他先给哥哥打电话 因为他哥就在附近 接着在打电话报警 就在他们快被发现时 精美冲出去大声嘶吼把男人引开 他朝着市中心跑去 没过多久警方赶到 将身受重伤的女孩送进医院 精美还在不停地奔跑 街头人来人往 无论如何男人也不敢当众行凶 精美向路人救主 大家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 看着他手上拿着匕首 都不敢靠近 路人拿起手机想要报警 男人立马拦住他 表示精美是他的妹妹 所有人信以为真 精美见情况不妙再次逃跑 没想到被热心的巡警抓回来 交到男人手上 精美被带到小巷 哥哥发现他们 冲上来和男人扭打在一起 三两下将他捶晕 没想到男人在装晕 男人狠狠砸在哥哥头上 精美再次跑到大街上 男人找了过来 遇到寻找女儿的母亲 精美眼看母亲落入恶魔之手 拿起匕首发疯似的冲过来 血液滴落在地板上 男人没有疼痛感 嘲笑精美刺偏了 精美抓起他的手 放在刀柄上 原来他刺中的是自己 围观群众见到这一幕 以为男人用刀刺伤精美 此时轮到男人百口莫辩 警察赶到后 男人赶紧为自己辩解 但群众纷纷指认他就是凶手 精美为了挑衅他 露出得意的笑容 男人彻底被激怒向精美冲过来 警方开枪将他当场击毙 电影无业 精美因为无法沟通 一次次落入恶魔手中 好在他没有放弃希望 最后通过伤害自己 让恶魔付出代价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